山高古深的白鹤滩 因受西南季风的影响 下沉的山谷风 成为疾风横扫左右两岸 这个趋势应该会逐步的一个加强的趋势 现在我们这个南极正在运行 气象工程师王汉涛 需要随时掌握变幻无常的风速风向 在平均落差两千多米的高山峡谷 想要避免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王汉涛他们 必须对山谷风环流效应了如指掌 百合潭七级以上的大风 它可以达到249天以上 极端的风达到了13级 13级的这个正风 在陆地上是罕见的 在海上是金汤海浪那种感觉 这个对流云潭目前已经影响到 我们百合潭跨区 跨区已经出现了大风的一个天气 这是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从卫星云图和风速计数据推断 施工区附近 预计将有六到七级的枕风 做好大风天气预警 这关系到空中走廊的安全 白河潭有七台缆机 不停地为这个大坝的交度来运行 如果遇到七级大风 那个缆机的吊灌的百度 可以上下达到八米左右 它肯定会交杂在一起 就会造成一些灾难性的容器 确实有一种什么的如临深渊 这个感觉 距离地面350米的空中巨无坝 是目前世界再见水电站最大的缆机群 周夜不停地七台平仪式缆机 确保大坝能够持续交注 而负责每天六百多罐混凝土 空中运送的 全部是轻一色的女司机 因缆机悬至半空中 七台组成彩虹七色的兰机 被冠以了七仙女的美称 七台兰机它又颜色相近了 就有时候会看错了那些 遇到大方天气嘛 我们首先呢 适当地调整一下 那个它两个兰机之间的那个差距 然后自己就得看好 盯好自己是哪台 90后工装女神陈秋 之前是一名白衣天使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大坝建设工地上 四十多位女司机和五颜六色的塔吊 无疑是工地上的一道风景线 女性心细 然后责任心比较强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懒机 这个行业 别人都会很吃惊 女的也可以干这个嘛 这个是相当危险的 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出现很崇拜吧 就是那种眼神 来自河南洛阳的张燕 也是90后 和小姐妹陈秋一样 目之所及的土灰色 并没有让她对满是钢筋混凝土的工地 产生审美疲劳 反倒是快速移动的揽机 那密集的吊灌 在眼前起起落落 一种如绯闻症般的视觉困扰 会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 然后就得时刻盯着 天热的话 就中午的时候会犯困嘛 然后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把手柄回零了嘛 就大观就往战场上飘了 就感觉是挺吓人的那种 除了挑战身体的极限 他们还要克服外力的影响 拦机在遇到大风时 吊灌摆幅会突然加大 空中吻灌落灌都相当困难 但现在这些对陈秋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 你在爆发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背点风 现在风有点大 从新手到技术能手 它成长的道路上 也少不了丈夫傅旺的主力 二号空灌起 加速 加速起 走了 走了 毕业于工程机械专业的傅旺 是揽机调运的现场指挥 在高差二百多米的胶筑现场 小傅就是女司机们的耳目 通过我在现场的这种指挥 能让它达到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在工作中 是非常有默契的配合的那种 交注这一巨大的混凝土结构 富旺他们要用四年时间 调运一百万罐混凝土 重量相当于十万架空客A380 整个空中调运 要确保绝对平稳 任何碰撞都将是灾难性的 五十多个月的交注期 中间不能中断 和大多数参见者一样 夫妻俩把家已安在了工地上 每天陪伴着大坝长高长大 我会觉得挺自豪的 因为我把一个大坝建起来了 一罐一罐地给它交起来了 在水积天高一望愁的高山峡谷 许许多多像陈秋 张燕 富旺 这样的普通寄工 他们用汗水铸就工程传奇 用挚爱收获生活美好 年冠将至 金沙江畔的温度比往日里 多了几分寒凉 我们工作上没有什么事 我也给汪主任请好假了 老爸老妈怎么样啊 他们身体挺好的 好 马上要进洞了 没有信号了 我就挂了 工事7 右岸地场施工负责人 每天进洞巡视 是工事7的例行功课 厂房空间巨大 穿越了两条错动带 顶部拱腰处 更是承受着巨大考验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工事7必须时刻警惕 右肠小装号 变形有点明显 最大变形自己超过预警值 老手超过十几秒没有 超过了 裂缝延伸要好几十米 安全监测管理中心 白鹤滩水电工程的前沿扫兵 为了监控开挖期间 地下厂房维延的稳定安全状况 施工人员在两岸开挖山体前后 布置了近4000套监测仪器 掩体的任何细微位移或变化 都会被这些精密仪器捕捉到 发出预警 右岸地长左侧端头拱腰处持续4天出现变形 累计变形增量达到11毫米 单天最大变形增量超过4毫米 越过安全预警两个等级 直接升为危险等级 这是主厂房开挖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右岸地长左侧端头拱腰处被错动带斜切而过 导致违延不稳定风险加剧 虽然设计者和施工方对颜臂的硬力释放 一直小心应对 但这次突如其来的骤然变形 还是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正在轮休的厂房设计师陈建林 万祥斌 被紧急召回白鹤滩现场 在高地硬力 错动带的影响下 针对左侧端头拱腰处的变形 一些专家预判 变形会持续加剧 甚至导致坍塌 右岸这个小庄号大变形 它的表现之大 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想 如果说它要是失败了 整个右岸地下电站就要推倒重来了 我们就全功尽弃了 同一时间 设计总工陈建林 也带队开始了对周边动视的巡查 经过大量的监测和分析 陈建林确认 厂方为延整体稳定 变形旨在局部 且这个变形并未让周围动视 产生连锁反应 根据我们以往的地下动视的这种经验 解决这种作然释放的地力 我们是有办法 也有能力把它克服的 过年不能回去了 厂房这边连续几天变化很大 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 好 2017年12月28日 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许多人都在盼着回家和亲人团聚 现场却有一大批逆行者 赶往地下主厂房 变形区域位于厂房拱腰处 距离现在的开挖面四十多米 若按正常施工流程 需耗时三十天 搭设五十米高的脚手架 然而变形不等人 变形如果超过允许集职 就错过了最佳补救期 因此 每分每秒都是抢险的关键 就像两军打战的过程中 敌方的力量不断地增强 如果没有新生力量补充进去的话 它可能原来的力量就不足以抵抗了 应急加固也是这个道理 工时期紧急调配 一百三十吨十字盘扣脚手架 这种脚手架 比传统脚手架组装更快捷 能满足多种形态的搭建 施工空间也更宽敞 二十几天 最危险的变形点全部锁住 一个半月 危险面加固完成 六个月后 厂房紧急加固全部完成 安全监测带来的数据 标明违延变形区域收敛 变形稳住了 曾经被认为会坍塌的端头拱腰处 重新固入进汤 小庄号的成功处理 建立了一种模式 可以去应对我们下一步 更为艰难复杂的地质条件 规模巨大的地下厂房 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地下动视群开挖 取得里程碑式胜利 在和自然的角力中 白鹤滩人凭借智慧和勇气 再次胜出 围绕这个试剂工程的另外一个技术挑战 已经开始 我觉得我们这个围水压力 刚才还是点偏大 这个泄水坠这个地方 那小群 我们去台上看一下 白鹤滩水电站 将使用16台 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这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水力发电机 要创造这个奇迹 首先需要一个超级转轮 水轮发电机组 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 水轮机和发电机 发电机通过旋转来发电 但是在此之前 需要水轮机 将水体的冲击力量 转换成机械能 带动发电机旋转 要推动100万千瓦的发电机旋转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提高效率 根据白鹤滩的水力条件 可以给每台机组 提供200多米落差的水势能 水轮机的任务 是将这些水势能 转化为机械能 根据计算 转轮的效率 必须达到95%以上 才能驱动发电机 达到单机百万千瓦的 额定功率 王昭宁的小组 接受了这个挑战 通过模型进行试验 是验证设计的最好办法 新设计的叶片 这个头部这个地方 要做得更饱满一些 白鹤滩水力设计 借助了仿森学原理 开发了激流组 前行繁曲的叶型 大幅度提高了水龙衣的稳定性 2013年8月 第96号模型转轮 被送上试验台 根据白鹤滩水力条件 进行模拟的试验台 已经准备完毕 王昭宁最关心的 就是它的效率指标 小薰 传染器已经效封完毕 现在可以空血了 好的 好了 收到 准备开台 下午三点 测试开始 看一下结果 这个比上次结果好像好很多了 现在压力卖动 特别是维水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大开始 就是不到百分之三 已经很好了 晚上八点 第一组测试数据出炉 通过计算 96号水轮机效率达到96.5% 这是所有模型中 第十一个可以评为优秀的水轮机模型 王昭宁他们并未就此满足 因为设计超级转轮的意义 就在于每一项核心突破 推动的是整个装备技术的升级 历时五年的自主研发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转轮正式定型 左岸一号机组终于迎来关键的制造节点 这个为百万千瓦机组量身打造的转轮 由上关 下环和十五片重达十一吨的叶片 阻汗而成 转轮它的预热温度要达到一百二十度 残量汗阶 由于它的空间比较狭小 不通风 高温气流边面的更严重 这对身体和心理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汗阶直径8.62米 高3.92米 总重量350吨的转轮 整个过程中消耗的汗丝超过十一吨 汗阶完成后 是最严苛的质量检测 转轮的每一条汗缝都必须通过三轮测试 根据工程指挥部要求 汗阶质量必须超过国家标准10%以上 动平衡小于每公斤1.5克毫米 15个月 450个日日夜夜的汗阶作业 超级转轮33条连接缝全部汗阶成功 并以完美的参数通过了所有测试 2019年秋天 超级转轮缓慢地离开右岸加工厂 它的目的地是大山深处的地下厂房 在那里 它将与百万千瓦发电机 组合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轮发电机组 16台百万千瓦的机组 首次采用了全部活产化制造的先进的技术 实现了我国重大水电装备 制造历史性的突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